怎么还是只有这么一点点击量啊 怎么回事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叔一夫放沙发顶了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二零八这一户怎么突然就失火了 听说是微波炉骑火 二零八 是啊 我叫什么 你给我使用电器千万要小心 不要把金属丽的器皿放进微波炉里 不要把金属丽的器皿放进微波炉里 你家里没用过微波炉是吗 你要是没事的话你就出去逛逛 别在家里折腾了 这都是钱 随后还下去 六百块 我手机好 好 你要有事的话就给我打电话 但是我希望你能没事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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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安心啊 你哥哥搞坏了我店里的啤酒 你赶紧过来吧 哥呢 你看我的啤酒都成什么样子了 老板不好意思 我刚进的货了 这个酒很贵的 你哥哥把整箱都打碎了 我要损失好多钱的 我 我现在现金只有这些 等工资到让了 马上就给您转过来 行吗 真是 我是让你出来散步的 我不是让你出来散钱 喂 我家小孩被你老公吓哭了 我对不起 晓晓 你就是顾安心啊 这么大的人还跟小孩抢玩具 能不能看好你家老公啊 真是 实在不好意思啊 小朋友对不起啊 你就不能好好待着是吗 就不能让我好好上班是吗 安心啊 你最近考骑有点问题 你以后可不要再中途矿工了 我这口好心提醒你 知道了 下次不会了 喂 不安心吗 你可迷路了 快来接人了 我警告你啊 你可想清楚了 你打上我是要赔钱的 今天回来的车费 五十块 物工费 物工费 物工费十六吧 还有路上的 肚子饿买点吃的 疲劳费 放呀 我告诉你啊 家里最值钱的东西 就是这台电视机了 这是房东最宝贝的东西 他要是坏了 咱俩谁也赔不起 你看啊 就是这个红色的按钮 你按一下就是开 再按一下就是关 其他的键其实你都不用管 就记住这个就可以了 你试一下 腿脚不太好 脾气还挺大的 那码头 我的码头 码头 怎么了 厕所里面有东西 哪有东西啊 是 出来了 就这 很好笑吗 当然很好笑 你这么大怪白长了 怕蟑螂 你知道一只蟑螂身上 有多少种细菌群吗 多少 有四十八种 它最多可以携带四十八种 病原体 什么寄生虫乱呀 真菌细菌啊 什么都会传往很多病毒的 猜死不就多了 你 你以为猜死一只蟑螂 就结束了吧 你知道它背后 可以产出多少只幼虫吗 多少 八十四只 一只蟑螂可以产出 八十四只幼虫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家现在有八十四只账了 没错 我告诉你 你现在还没有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啊 好啦 你不要唠唠叨叨了 明天我就去给你买叉什么药 话先说在前面 这个钱要算在你头上 因为你没来我家之前呢 我家是没有找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的意思是我 把这个细菌群带来了 我可没说了 是你自己说的 对了 我还要提醒你一下 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躺在沙发上 家里呢 现在有八十四只蟑螂 万一它晚上 爬呀爬呀 爬呀爬呀 爬 就爬到沙发上去了 保重 保重